尽管NVIDIA的3D系显卡和AMD的RX6000系显卡已经公布一年多了 但由于虚拟货币的暴涨以及芯片缺货的缘故 显卡价格可谓是一直去高不下 而要想买到就必须承担额外的溢价 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老黄已经推出了专门用于挖矿的显卡CMP系列 而隔壁苏妈的RX6700显卡最近也有了相关动静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显卡市场已经让不少玩家幸亏一冷 而在这个人人皆是黄牛的时代 尽管是原家抢到了显卡 但转手就是超级加倍闷声发大财 所以等到所剩无几的显卡正常流入市场时 面对于广大玩家的需求直接是秒没 当然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产品铺货不全 然而目前来看 AVIDIA方面已经推出了RTX3090 RTX3080 3080Ti RTX3070 3070Ti 以及RTX3060 RTX3060Ti 等七款型号的游戏卡产品 说此之外 其他有面向于挖矿领域的专用显卡 CMP系列 目前也已经上架了 RTX40HX RTX50HX RTX90HX 等四款不同的型号 反观AMD这边 目前仅有RX6900XT RX6800XT RX6800 RX6700XT RX6600XT RX6600XT等五款游戏卡产品 至于在专业矿卡领域 AMD暂时没有设计 但近段时间以来 由于虚拟货币价格的不断上涨 屡次突破新高 所以这对AMD而言 必须要扩展全新的产品线 才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作为AMD RX6000系列显卡的第六款产品 RX6700就此而现身 具体来看 RX6700将基于 烟割版的NAVI22XL核心打造 然而采用台阶电的7nm制程工艺 用36组计算单元 2304个流处理器 整卡功耗预计在200W左右 与此同时根据目前汉迅所展示的外包装和实体来看 在显存方面 RX6700预计会搭载 未宽192bit的6GB GDDR6显存 并且仍然会采用类似于老大哥 RX6700XT的双风扇设计 而在性能方面 由于7S以2K1440P分辨率为基准 同时作为RX6700XT的缩减版 所以RX6700的理论性能 应该介于RX6700XT和RX6600XT之间 但更偏向于RX6700XT 至于价格方面 根据供应链的消息表示 RX6700的国外售价 大致会在400美元到420美元之间 国内的话预计会在3199元左右 但由于目前行情波动较大 所以这个价格仅供参考 然而比较尴尬的是 据VideoCast的消息表示 目前采用与RX6700同样的Navi22XL核心 已经提前用在了AMD的专业矿卡上 而这个矿卡目前正在国内和越南等地大量生产中 除此之外 根据挖矿软件以及GPUZ显示 此款矿卡还拥有着10GB的GDDR6显存 以及39.06HCM的挖矿算力 但它并没有散热模组 也不支持HDMR和DP的视频输出 仅靠被动散热以及双8PIN接口进行供电 虽然目前还不得而知 这些特殊版本的矿卡与正式版有什么区别 但能够确认的是RX6700显卡已经有了 至于核实宣布 这就要看苏妈的脸色了 但它的问世能够缓解目前的显卡市场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后弹幕上说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线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